按上幾股奏樂 搭配舞龍舞獅表演 甚至拉起紅布條 為的就是要迎接這些 來到金門的廈門首發團 回歸五年 二十號裁縣團前腳才剛走 二十二號首發團後腳 就來到金門 經過營民署確認身分 檢查行李後 就正式進到金門 一找金門縣府官員 也抵達水頭碼頭迎接 他們在這裡有多少人 不過一行人低調不受訪 在前幾天 十八號裁縣團抵達時 金門縣政府就已經預告 二十二號會再有首發團 二十一號路徑申請 才剛獲得核准 一行二十一人加導遊一人 二十二號一早就抵達金門 不過與裁縣團不同 預計只會有兩天一夜的行程 但一樣會造訪各大金門景點 縣府也期待 未來可以有更多旅客 來到金門旅遊 那裁縣團在金門的三天 也把金門的相對重要的 一些設施景點 都去考察 那我們希望 這樣首發團進來以後 未來的兩岸的旅遊 能夠更順暢 團客來了 那自由行呢 縣府強調 預計在二十五 二十六號左右 就會開放對岸民眾自由行 目前持續等待審核 期待可以儘快通過 戰不戰 戰 隨著金門撞船事件 在七月底 兩岸協商解決 並告一段落後 大陸文旅部在上個月三十號宣布 恢復福建居民赴金門旅遊 也促成首發團底金 這回金門魁北五年 再由廈門采線團及首發團 前後來到金門 縣府也期待透過這次開放陸客前來觀光 能夠對金門旅遊注入活水 特別新聞 許一文 楊琦 金門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